欢迎来到饭寺气球课堂 我是气球君 今天将来做玫瑰花的另外一种做法 一朵盛开的玫瑰 首先我们吹两条红色的260气球 吹起来以后把两条气球连接到一起 然后我们用其中一条气球 先做一个五指宽的环节 好的 做好以后我们用另外一条气球 再做两个跟它一样大的环节 做好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把两条气球的气 都往后面挤压一下 然后用其中一条做一个 大概是一个手掌的长度吧 刚好一个手掌的长度 做一个环节 好 同样连接到中心节点 剩下的气球我们再做第二个 跟它一样的大小 比了一下 好的 扭到一起 然后这条气球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就把它先去掉 好的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条气球来做 比对一样的大小 做第三个环节 好的 然后再做第四个 剩下的我们来做第五个 好的 第五个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同样可以先去掉 然后再做一条气球 剩下以后 我们把它连接到中间的这个节点 直接盖上进去 好的 连接好以后 我们继续做一档关的环节 这是做第五个啦 好的 做好第五个以后 我们可以做第六个 如果你刚才那条气球 刚好够五个 就不用再做第六个了 现在我最新推了一条气球 可以做到第六个来 好的 做好了六个 一档关的环节 剩下的气球可以去掉了 接下来我们吹一条绿色的260气球 吹起来以后 我们把秋嘴同样连接到中间这个节点 也就是现在所有泡泡的节点 就只有一个 好的 我们要多长到底下 防止它分开 好的 这样子绿色气球就连接好了 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 把所有的大泡泡 放到下面 把三个小泡泡放到中间 像这个样子 然后 我们把大泡泡的一个圈圈 放到另一个圈圈里面 然后一次排下去 第二个 放到旁边这个圈圈里面 然后在第三个 然后在第三个 又放到旁边这个圈圈里面 接下来在第四个 好的 放到旁边圈圈里面 这样穿插地区 然后再剩最后一个 然后再剩最后一个 把它调整过来 把它调整过来 好的 调整过来 把它放到旁边这个圈圈里面 好的 最后我们要把第一个的圈圈 就放到最后这个圈圈里面 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把里面塞 塞过去 好的 这样子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圈圈 然后我们要调整 把每个泡泡都调整进去 让我们把它再次公开 所以把它调整进去 好的 从正面看是这个样子 从背面看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把绿色气球 直接用来做三个环节 大概是五个手指的宽度 五个手指的宽度 做三个环节 好了 做好以后把它调整到身边的位置 这样子玫瑰花的花二就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它的花筋 我们速一下去 让它弯曲一点 显得比较的自然 哎 这样子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就做好了 喜欢气球的朋友记得关注我 在评论区跟我留言互动 让我们一起开心的玩气球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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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